大和尚会宾的徒弟 四节领的老大梁钟 求会宾来了 您这女徒弟就我这妹妹秀缠二十六了 您给提个亲吧 我们看上童双庆了 嘿嘿 和尚会宾乐了 好啊 有眼力 双庆这孩子笑意忠厚 好啊 师父 您要认为好 我呢 退到西培殿 您把双庆叫来 您给说和斡旋此事 弟子承恩不浅 好吧 你上西培殿吧 梁钟告退 到了西培殿 和尚呢 就叫人把童双庆找来了 双庆给师父行完礼 往旁边一站 师父 请问您找弟子有什么吩咐 双庆啊 你跟威师可不能比呀 你要知道不孝有孙 无后为大呀 你到了儿立之年 父母又都先世了 这事你可得自己做主了 啊 师父您说的太对了 可是没有门当户对的人 才说的弟子家境贫寒 这件事还是往后推推吧 双庆啊 现在有一个合适的姑娘啊 师父 您说的是谁家的姑娘 你师妹梁小禅 刚才你师哥梁中托我宝梅 怎么样啊 童双庆就一浪 师父 我先谢谢师哥看得起我 谢谢师父的成全 可我想 师哥府上是个大财主 梁满仓 金满贵 使奴换臂 罗马成群 堂钱一呼 接下百诺 屈钱释放的人多如牛毛啊 弟子家境贫寒 师父您是知道的 我跟兄弟就住一间房啊 家徒四壁 单四嫖隐 门第悬殊 师父您想一想 门不当户不对的 弟子我实在不敢高盘 师父您就给回绝了吧 我谢谢您 大和尚会宾一想也对啊 双庆家太穷了 梁家太富啊 贫富相差 这夫妻可不好处啊 嗯 你说的对 你先上东培殿坐一会儿 我呀 跟你师哥 把这事回绝了 谢师父 童双庆告退到了东培殿 和尚让人家把梁忠叫来了 我可跟你师弟提了 我师弟答应了吗 嘿 不行啊 你师弟先谢谢你 可是 你两家贫富玄殊 门不当户不对 秀禅在你们家 嘿 养活的这么娇 吃的这么好 穿的这么好 到童双庆家 行吗 他们哥俩才住一间房 春中秋收 聊一糊口啊 差的太多 我这女徒弟过门之后 他要是不顺心 就把他的婚姻大事 终生给耽误了 这件事啊 就算了吧 师父 我们哥四个都喜欢双庆 他忠厚老实 一旦狭心 我们哥四个商量好了 我告诉你 父亲母亲在世的时候 给我妹妹留下烟粉银子 二十万两 我把他都给双庆 在北方庄 给他盖一所庄园 还拨给他水汗风地实请 家中的男女仆人 由我们家中拨 每月开支 到我家中去取 师父 双庆平地一声雷 就能成了富家翁了 这还不成吗 师父您给成全成全吧 我谢谢您了 嘿 大和尚会毕 想这么好的美事 那童双庆还不乐意吗 行行行 你先上西培殿 弟子告退 和尚又派人 把童双庆叫来了 师父 您给弟子 我婉言谢绝了吗 嘿嘿 你师哥是看上你了 你师妹有他父母 临终赠的烟粉银 二十万两啊 随身都给你 你师哥在北凤庄 给你盖房子 给你良田实请 家里边所有的仆人 都由四节领拨给你 开支都上他们家开去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你们先是师兄弟 后是郎舅 亲上家亲 为师爷高兴啊 你就答应了吧 童双庆是十分为难啊 你说推辞吧 师父师哥的面子 盛情难却 不推辞吧 自己实难聪明 他不说话 贿宾看出来了 双庆啊 还有什么为难之初吗 童双庆一功倒地 师父 弟子 有难言之隐 请师父 师哥原谅 啊 你说说 为师我听听 师父 师妹秀禅 为人贤惠 人所共之 不过师妹 自有娇生惯养 我四位师哥 四位嫂嫂 非常疼爱 您想想 夫妻在一起 哪有 马勺不碰锅眼的 我四位师哥 尤其是我四师兄 兴如烈火 倘若出点事 他们哥几个到我家中 兴师问罪 嘿 您说 我怎么办 我找您来 也让您为难呢 再说 因为夫妻伤了弟兄的和气 可怎么办呢 我呀 不敢娶 师妹秀禅 请师父谅解 嘿 和尚一听 对对对 你呀 说的不错呀 倘若何动诗吼 也不好办呢 你呀 到东培店 童双青退下去了 和尚又派人 把梁忠叫来了 梁忠啊 你们四个人 疼秀禅 双青有顾力 如果说 夫妻有个言语诗和 你们四个人 一定到他家去闹啊 到那个时候 骨柔至亲 形同仇敌 为师也不好办 依我说呀 这门心事 算了算了 梁忠他不干 师父 别算了啊 我们哥四个 就喜欢双青 他太好了 他家中 就一个弟弟 您放心 只要妹妹过门之后 我们呢 对妹妹 勤劝着点 勤勘着点 让我师弟 也容量着点 两下一凑合 这不是一门好亲戚吗 秀禅都二十六了 您是他师父 您不管这事谁管呢 啊 我们是真发愁啊 说什么您得管 我退到西培店 您再跟双青商量商量 行了 你别退了 就在这吧 来啊 把双青给我叫来 时间不大 双青来了 进了蝉堂一看 梁忠在这呢 同双青脸一红 一抱拳 师哥 这梁忠倒挺大方 师弟啊 咱们两家亲上做亲 千秋夹花 师父也高兴 妹妹秀禅 娇声惯养 过门之后呢 你让着点她 我们呢 也勤劝着 勤看着啊 这是一门好亲戚呢 怎么样 快刀斩不断啊 我们就看上你了 大和尚就得说话了 双青啊 给我磕个头 这门亲事 就算我拿了主意 就算定了 童双青没办法 只好给师父磕头行礼 然后也给大舅的梁忠磕头 咱们简短接说 梁忠回到家中 告诉三位兄弟 告诉妻子和三位弟妹 告诉妹妹 全都高兴 就这样 大爷梁忠 在北凤庄 买了地 把房子盖起来 男女仆人都拨过来 选择即日 迎亲大去 这热闹啊 那梁家有钱呢 童双青跟秀禅 拜祥之后 夫妻非常和美 这么一来呢 金凤山的师兄弟呢 跟双庆夫妻 就是两层关系了 您想 双庆是师兄弟 秀禅的是师妹 这又进了一层 秀禅主持家务 井井有条 确实是为嫌弃 就有一样 童双青在外边 一个童子的主意 都做不了 全都是秀禅说了算 童双青脾气好 所以呢 夫妻结婚十年 不吵架 即便开个玩笑呢 一会儿就过去 可是 夫妻成亲十载之后 秀禅不声誉 梁大爷心里挂不住了 想给童双青 娶个二奶奶 那秀禅能干吗 找梁大爷打架 这件事只好就算了 就在五年前 梁大爷呢 就给童双青的兄弟 童国栋 说了一门亲 您想想 哥哥没儿女 兄弟成亲 也能生儿育女 给人家童家 接待香烟 没想到秀禅就不给娶 这哥四个急坏了 三日一小宴 五日一大宴 请这童双青 闹得双青呢 有话也说不出来 这事呢 这事呢 就罢了 赛要离至盛 就把这情况说了 老哥哥 我说这件事 我告诉您 咱们先到童双青家去问一问 您知道为什么吗 大和尚会宾 喜欢童双青 喜欢的女徒弟秀禅 所以凡是有事情 有细小的事情 全都交给秀禅 因为大和尚心聪 我估计的大和尚会逼 也许把这八宝莲花鹿 就放在童双青家中 交给他媳妇秀禅了 咱们打 先问问童双青 先想办法 把这莲花鹿要出来 然后再去找会宾讲理 啊 大爷方柏林点了点头 嘿 是三弟 你说的太对了 老哥哥 是不是让他们哥仨 去趟北方庄 找童双青摸摸底 您意下如何呀 十老侠长叹一声 为了老朽 让众位贤弟费心了 这三弟 你们三位就辛苦一趟吧 十老哥哥 您踏踏实等着 听我们的好消息 这哥仨直奔北凤庄 这金奎金老侠呢 要过百学大寿 九十九了 清酒不庆时吗 这金老侠呢 住在这个村子里 东街路北 这哥仨一看呢 高大寿棚 真热闹 米粮米瑞跟志胜 可没进去 走到十字街口 正碰上童锅栋 童双青的弟弟 童锅栋一看 哟 三位哥哥好啊 老梅来了 赶紧过去十里 志三爷用手一掺 兄弟 你哥哥在家呢吗 您去吧 我哥哥在家呢 你干什么去 我呀 金姐看热闹去 嘿 来的人可多了 说这话呢 双青的兄弟 国栋就走了 志胜这哥仨 直接望西 就到了童双青的家 路北的广梁大门 门前四个门怀 东边是走马门 甲地连云 过家的隐蔽 要说梁钟可真不错呀 把童双青家的房子 盖的跟自个儿家的一样 生怕妹妹笑缠挑言 这哥仨往里走 一位常来 穿房过屋 妻子不必的交情 童双青在屋里上看见 他那邪叫出来了 哎呦 三位兄长 乃阵乡风 把您给吹来了 志胜赶紧用手相缠 兄弟 免礼吧 咱们屋中讲话 进了客厅落座了 童双青张老的 要给欺查 志三爷一白手 我们不可 兄弟 无事不登三宝殿哪 四位兄长 到我家中有什么吩咐 您尽管说 贤弟啊 你师父跟太原石金生老侠闹事 你知都不知道 这个 小弟 我有个耳闻 嘿 石金生削了你师哥的耳朵 你师哥 就用竹木箱 伤了钦差大人 年庚瑶 年钦差可是海外天子 那是站着的康熙老佛呀 这不是灭门抄架之祸吗 双青啊 你可是聪明人呐 你想我说的话对不对 三哥 您说的太对了 可是我是个晚上后辈 在前辈面前 我说不进话去 我也没办法呀 双青 年钦差在公馆里头 疼得他 已然没法吃饭 没法喝水了 啊 钦差公馆已然乱了 兄弟 如果你知道八宝莲花路 落在何处 你赶紧帮着取出来 咱们献出莲花路 替你师父替你师兄赎罪 就把这场灭门九足的大货 给削下去了 啊 姓方的 得赶紧你一试啊 双青啊 你师大爷 方伯林可急坏了 你要能帮助把这件事办了 拿出路来 你算报答了师门之恩啊 三哥 这莲花路有什么重要吗 怎不重要 关系到钦差大人的生命 哎呦 三哥呀 您别急 我可不知道这么重要 跟您说 这莲花路的在我们家 我给您拿去 双青你别忙 三爷智圣非常聪明 阻止多谋 处世老连 他阅历十分丰富 他一想 事情越办得容易 越有困难 觉得办事越困难 反过来也许倒容易 三爷知道 童双青可做不了大奶奶的主啊 当家主事的是梁秀禅 童双青交朋友血心热胆 一波云天 可是那掌贵的可不好说话啊 智圣就问 双青啊 莲花路怎么会在你家呀 您不知道 今天早上起来 我二十个鱼钟给送来的 兄弟 这莲花路是交给你了 还是交给秀禅了 童双青脸就红了 哎呀 交给门两口子 交给谁都一样 我拿去 智圣呢 也不好申蓝 童双青迈步就出来 直接奔了后院 童双青是一个英雄 他有十分的勇气 为朋友都血心热胆 何况这回取出莲花路 能够消去师父一家 灭门九族之罪 所以他带着十分勇气 到了垂花门 刚走到垂花门这 嘿 这勇气就减了二成啊 就剩了八分勇气了 里边是海曼的院子 种得奇花异草 侍女跟丫鬟呢 都没在上房 院中鸦雀无声 童双青迈步望里走 脑子里就呈现出 妻子秀缠的身影 一下这勇气 又减了二分 就剩下六分了 双青一条门链 来到北上房 迎面是祖宗桌子 香楼辣签 他们两口子呢 住在西里间 童双青一歪头 想到妻子秀缠 一贯的飞扬跋扈 这童双青心里就发出啊 到这外间屋 这勇气又减了二分 就剩下四分了 脉不望着里边走 不知道笑长高兴不高兴 我跟他要路 他是给还是不给呢 心中忐忑不安 这勇气又减下二分 实诚勇气 可就剩下二分了 童双青挑连龙 脉步进里间屋 这里间屋 地上放着三连的大敌柜 柜头上放着梳妆台 西墙炕上放着六面张的大躺箱 黄童的事件 当中件没锁 墙上呢 挂着镇宅宝剑 炕上铺着毛毡 妻子秀缠坐在炕上 脸冲礼 低着头 正给童双青绣袜底呢 就在秀缠面前 放着一个针线破了 里边放着针头线脑 做活用的东西 这里边呢 还有一把大铜锁 秀缠虽然三十出头了 养尊处优 肉皮特别白呀 白中透嫩 嫩中透润 粉不露得好看极了 他一抬头 两只大眼水灵灵的 透着秀气 听见脚步声音 秀缠一看 丈夫童双青 在这炕底下站着 就这一眼 童双青剩下这二分勇气 抓着一下 无影无踪了 秀缠一笑 双青啊 演成县的三位哥哥不是来了吗 你怎么不陪着喝茶呀 我呀 正要告诉厨房 给你们准备韭菜呢 至少三哥可爱挑眼呢 啊 说咱们慢带朋友 我可受不了 你进来干什么呀 有事吗 童双青 童双青想说话 张不开嘴 他 处处坛坛的 说不出来 秀缠把脸一沉 有话就说 干什么想说 又不敢说的 啊 这要叫哥哥们看见 又说我挟持你太严了 老这么不痛快 童双青 鼓了鼓劲 一抱拳 嫌弃呀 师父师兄 惹下他天大祸 竹目相伤的钦差大人 隐蔽莲花路不限 是诚心跟朝廷对抗啊 灭门大祸就在眼前 二师兄 把莲花路藏在咱们家 我夫妻就应该献出路来 为师父赎罪 好就恩师这场大祸呀 秀缠听到这双眉一挑 兴眼圆睁 脸上颜色更变 童双青 夫妻童训难 下回再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